大家好 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 我是宁静 中国十一国商日前夕 多地出现断崖式降温 在内蒙古出现降雪 道路结冰 在道路上行驶的白鱼辆车被捆 道路堵塞 但中共政府没有任何救援措施 有的旅客在车上动了一夜 情况危急 9月29日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多地突降暴雪 大暴雪伴随5至6级大风 暴风雪导致多条道路迅速结冰 车辆行驶艰难 根河市 俄尔古纳市等省道国道 呼伦贝尔市 陈巴尔虎齐331国道 边防公路等多路段 出现车辆抛锚或打滑 阻塞道路 部分路段交通瘫痪 据多个曝光的视频显示 在呼伦贝尔的公路上 大风呼啸 大雪纷飞 能见度极低 路上多辆车被困在原地 横其数八 其中有一辆旅游大巴 标友省中海旅游客运有限公司 被大雪困在路上 车上游客撑 车上30多名游客被困22个小时 网友说所有的车走不了 中共当地政府部门无作为 无救援 目前被困超过20小时 情况危急 有网友质问 往这个部门打电话 这个部门知道那个部门 那个部门知这个部门 是不是得冻死两个政府才能出面管呢 老百姓的命就不是命 如果真冻死两个 中共政府马上就会出面管控 其余活下来的目击者 让这些人生不如死 毕竟你们知道的太多了 还有网友说 你看一下这个雪的厚度 积雪超过5厘米 真是一天就入冬 这哪是秋天呢 我上网查了一下 通常情况下呢 内蒙古开始降雪是在11月份 到4月份就结束了 现在9月份就下雪 实在是提前太多 有网友说 乌伦贝尔的雪都7厘米了 还在下 另一网友表示 满洲立下的雪更大 陈巴尔虎齐文旅局局长王杰9月30日受访时说 因为突降暴雪 积雪达50公分 部分地方甚至已经到成人腰部 约有600名游客被滞留在边防公路上 希望这些被滞留的旅客能很快得到救助吧 本来呢是天灾 这要再加上人祸 这些旅客就更没有活路了 无独有傲 中共十一国上日 不止内蒙古突降大雪 连山西大同也突然狂风大作 下起额毛大雪 整个城市迅速被白雪覆盖 云岗石窟等景点也披上银桩 正在游览的游客们瞬间白了头 许多游客措手不及动的瑟瑟发抖 爱好快冻死了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雪 不仅外地游客 连本地人都惊呆了 必须惊呆啊 我上网查询 发现山西的每年降雪的时间呢 比内蒙古还晚 一般应该是十一月末 甚至进入十二月份才会下雪 这一下提前了两个多月 谁能受得了 而且视频中表示上午下的雪 下午艳阳高照 雪都没了 连痕迹都没有 当地人觉得这一天过得挺突然 更荒唐的是呢 一个女子因为拍视频说山西下雪了 被警察给抓了 我是彻底无语了 有当地网友说呀 刚才还是晴空万里 突然之间十分钟下暴雪了 这我是第一次见啊 另一网友也说 窗外的风刮的乌乌的叫 漫天大雪纷飞 还以为看错了呢 还有游客留言说 在大同冻成冰了 在云岗石窟景区呢 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雪 让许多游客措手不及 有女子拍摄视频说 10月1日9点46分突然下起暴雪 我们在这里已经快被冻死了 据视频画面显示 云岗石窟的一尊大佛身上飘落一层雪花 许多游客在拍照流念 就在山西大同突降暴雪的同时 河北张家口也降下暴雪 而在十一前夕 中国大陆有多位网友发布视频说 陕西西安 天津 河南交作 重庆 四川峨眉山等地都下雪了 但中共官方紧急辟谣 称这些视频是造假 引发网友质疑 所以呢 针对山西大同突然降雪 这个反常现象 网友纷纷调侃啊 这回不是假的 是真下雪了 也有网友嘲讽中共草木皆兵 为了营造十一举国生平的假象 杜绝一切所谓负名信息 中共还真是把一切都看成了 自己的敌人 中共十一国商日期间 除了突降雪在外 还发生多起令中共胆战的图观案 据网友爆料 十月一日 中共十一国商日当天 湖南省绍阳市公安局 正在升中共雪骑时 局长李长岳 突然被寻特警支队 二大队副大队长段鹏枪杀 大家呢 可以在网上查一下顿鹏的资料 一直以来呢 他是各种荣誉傍身 什么国家公共安全系统的杰出年轻警官了 什么邵阳市五四青年奖章的获得者了 还有好多 但为什么今天会杀了自己的上司 到现在呢 动机未明 而在国商日的前一天 还发生一起中共高官被灭门事件 9月30日 X平台上有网友爆料 辽宁锦州一副市长一家被灭门 据曝光的视频显示 现场有大量警车驻守在路边 还有大量民众聚集在警车旁 对于锦州副市长被灭门一事 网友纷纷说 中国被灭的官员越来越高级了 党国高官这下可说是人人自危了 斩首行动 斩草除根 绝不会错杀 那个级别没有一个是无辜的 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水 还有网友说 最近杀官这种事太频繁了 看来中共末日到了 网友说的没错 近期杀官这种事确实是太频繁了 比如9月19日 湖南省财政厅厅长刘文杰 在财政厅家属楼13楼坠楼身亡 两名涉案嫌疑人也在现场坠楼身亡的事件 更是引发了广泛关注 中共官方通报称 9月19日上午9时12分 嫌犯江一辉和江辉持刀 高江刘文杰劫持进入房间 刘与江辉曾经搏斗 从阳台上同时坠楼 江一辉将两个窗帘打结 并绑在阳台中间的窗框处 企图通过窗帘下滑至12楼 逃离现场时坠楼身亡 江一辉是湖南省岳阳市平江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平江县天号实业有限公司等单位的法人 股东 其名下还有其他多家公司 涉及家具 酒店 超市等业务 江辉是湖南省江市 牧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 据知情者透露 刘文杰与江一辉江辉之间 存在着6000万元的债务纠纷 9月27日 独立时评人蔡慎坤 在其YouTube频道中透露 现任中纪委副书记 傅奎的儿子做房地产生意缺钱 傅奎直接找刘帮忙筹款6000万元 刘找到江一辉筹款 利息15%并由刘担保 于是江一辉在民间借贷6000万元 给富奎提供了这笔资金 由于这几年房地产形势持续低迷 富奎的儿子无力偿还借贷和本息 江一辉在平江被逼无奈 经常打电话找刘文杰还款 刘便让其夫筹到2000万元还给了江一辉 还欠了5000多万元本息 之后富奎的儿子根本没有还这笔钱 从警官枪杀局长到人大代表与财政厅厅长同归于尽 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内部的混乱 所以网友说呀 看来中共的末日要到了 说的一点不错 早在湖南省财政厅厅长刘文杰坠楼身亡之前 也发生了一件引发众多大陆网友关注和猜测的案件 2024年9月5日 陕西咸阳警方在发布的一份 针对五名年轻嫌犯的严重刑事案件悬赏公告中称 该局正在侦办一起严重刑事案件 张志豪、冯龙、赵俊庆、张鹏飞、警卫卫等五人 有重大作案嫌疑 于2024年7月19日潜逃 通告中显示 五名嫌犯均为男性 从公告透露的身份信息来看 五名嫌犯年龄均在40岁以下 但五名嫌犯究竟所犯何事 警方并没有在悬赏公告中透露 警方在通报中用了严重刑事案件的描述 外界普遍猜测命案 同时由于警方通告是事发49天后才发布 更是引爆了网络热议 网友纷纷热议说 犯的什么案都过去了40天 警方还遮遮掩掩 不说明情况心里有鬼 犯什么刑案 被害人是谁 小伙个个老实面善 不像强盗 请问干了啥事 刷了几天都没找见到底犯了啥事 古代通缉都还说明原因呢 重大刑事案件应该是命案 他们犯的那事官方通告都不敢说 对于案件性质呢 网上传出一些传闻 据称呢 有公安内部人士透露 此五人属于团伙作案 在咸阳进入一高官家中抢劫时 将高官一家灭门 不及时发布案情 是因为怕人们知道后反而会隐匿逃犯 还有消息指 这五个人在今年七月份犯案 他们将陕西咸阳市副市长全家灭门 紧接着那些网友扒出 9月6日召开的中共咸阳市委八届六次全会名单中 唯独少了咸阳副市长王洪斌的名字 这似乎间接指明了案件中所指的副市长可能是王洪斌 据信呢 当地警方为此还挨家挨户地毯式的筛查身份证件 不少人质疑中共的监控系统为啥不管用 到处都是监控 怎么会找不到呢 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摄像头 请问他们为什么还能潜逃 抓罚款的摄像头去哪里了 不是高清吗 对于这起答案呢 有网友表示 这些哥们要上梁山的节奏 武侠闹咸阳 李自成张献忠都是陕西出来的 这五哥们如果也能闹出点名堂 就是现在的李自成和张献忠 我们呢就想想哈 哪个通缉令会不描述案情呢 都涉及到重大刑事案件了 至少在号召群众举报的同时 得让群众知道这些人的危险系数有多高吧 就这样号召群众们去举报 这对老百姓也不负责任啊 有没有可能压根就没有什么案情 只是触怒了哪个不该碰的拥有公权力的地痞流氓 亦或是中共政府怕民众知道案情会引发更多人的魔法 大家觉得呢 反正没有案情描述的通缉令的确是很蹊跷 据观察人士分析 在中共倒行逆势的统治下 中国经济现在处于萧条和崩溃的阶段 很多人的日常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很多人找不到挣钱的办法 这就是把人往生活的边缘上在逼 很多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差 那可能就选择走极端 而无神论的中共 以纵欲为上 以政权维稳敌意 不允许民间有诉求表达 民间从中共身上得到的经验 就是谎言败坏暴恶才能胜出 专制胁毒的社会 一旦伪光正的虚伪被百姓认情好 激起的朝汉势不可当 再强大的三高 再幻化的表面繁华 也掩盖不住整个民间精神空虚 正信丧失 文化破坏 生活迷乱 民愤爆满的现实 届时用封锁镇压屠杀的老套恐惧统治 也维持不了政权 也就是说中共正处于快速灭亡倒计时之中 现在中国大陆好像每天都在经历各种天灾人祸 而中共国的人力气也都非常重 我在国外遇到的许多中国人 他们压根不打算再回到中共国 他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都是 现在国内力气太重了 这说明中共国是一个让人感受不到安全的地方 而且很多中国人对这一点已经产生共识了 而中国人的力气正是在中共的各种斗争中形成的 从对各种紧急灾情的处理情况来看 中共政府在灾情面前完全没有存在感 这个政权只为维护自己的统治而存在 我们希望更多的中国人能够看清中共恶魔的真面目 快快三退 不要在天灭中共时成为它的陪葬品 好 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